美国驻北京大使被提名人 伯恩斯在本次参议院外委会的人事案听证会上 针对两岸的议题给出了看法 他指出美国不能相信北京当局 在台湾议题上会履行承诺 因此必须要协助台湾强化战力 详细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 陈泛宁带我们掌握泛宁 好的主播 在这次的人事案听证会上 两岸议题成为众多参议院关切重点 对此伯恩斯表示 因为见识到中国违背对香港的承诺 因此呼吁美国不能在台湾议题上相信中国 我们明显不能相信中国 对台湾的承诺 当国际通过台湾的关系 当政府在台湾的关系 当政府后政府在一中国的关系 我们明显在承诺 博恩斯点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却看到中国不断试图在军事跟政治上打压台湾 他也把北京政府近日一连串的动作 包括派出军机饶台示威是习近平 试图以武力犯台 博恩斯表示 美国应该要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防卫战力 博恩斯也强调 他跟总统拜登政府都认为 抑制中国在台海的侵略是最聪明跟最有效的方式 也就是维持现有的政策 台湾关系法以及美中三项联合公报 跟对台六项保证 另外针对英国媒体揭露 中国在八月试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极因素飞弹 拜登也对媒体表示非常担忧 白宫发言人莎琪则指出 白宫已经透过外交管道 对中国的极因素飞弹科技表达担忧之一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上次与拜登竞选时 一直被脸书推特找查甚至封杀 这名爱用推特治国的前总统将重新活跃于社群媒体 根据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新闻稿 新社群将取名为真实社群Truth Social 将合并其他家影音串流公司 而且还要公开上市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川普社群平台将在明年第一季正式上线 比11月其中选举还要早半年以上 川普因为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中煽动支持者 而被推特和脸书踢出 他一直想要设立全新平台 而且川普曾经预告2024年想要再次竞选总统 不过至今尚未正式宣布参选 目前仍被脸书和推特封杀的川普 这阵子只能发布一些新闻稿 评论美国国内事务 而且主要以希罗拜登总统为主 他可能也急需一个专属自己的社群 以便满足爱发推特的影 并提高曝光度以及帮助募款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财报 包括营收还有获利都再度创下新高 其中毛利率更是首度突破30% 不过官方也表示供应链的问题 很可能会为量产带来挑战 详细情况国际中心记者严欣宜 有最新掌握 欣宜 好嘞出播 今晚全球晶片短缺特斯拉第三季度财报 销售表现亮眼 财报显示在营收方面来到137.6亿美元 虽然低于华尔街预估的140亿美元 仍然创下新记录 其中尽力润达16.2亿美元 高于上一季的11.4亿美元 成长幅度高达四成多 和去年同期的3.3亿美元相比 几乎增长五倍多 这也是特斯拉单季净利二度超过10亿美元 特斯拉本月先前公布 第三季卖出24万辆电动车 和去年同期14万辆相比成长七成多 今年至今 特斯拉共卖出62万辆车 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的销售量 分析预估今年渴望突破90万辆 明年可增至140万辆 不过特斯拉也坦言 目前公司遭遇挑战 包括晶片短缺 货云塞港 甚至是停电的问题 因此上游供应链 甚至整个生产团队 都在尽力维持最大产能 一张张的美超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原来是因为中国通过发行 40亿美元主权债券 20号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投资者对这四笔交易的出价 达到了240亿美元 几乎是预计筹资金额的六倍 认购规模达到了240亿美元 那么超额认购倍数达到了6倍 也是历年来认购的最多的情况 投资者的类型分布也非常的广阔 来自了31个国家和地区的 包括我们的央行及货币管理当局 主权财富基金 投资银行 国际的大型商银行 保险公司 养老金 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等 最终的定价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可喜的定价 是我国的美元债券发行历年来最低的利差水平 中国本次发行美元主权债券是中国财政部 从2017年重启美元主权债券发行后 连续第五年发行 国际评级公司甚至主动给予了信用评级 分析人士指出 这次发行可能是中国今年唯一一次发行美元计价债券 并且与之前的发行相比规模不大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成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投资者担心监管打击 以及恒大集团债务问题的潜在蔓延 但仍吸引海外投资者的购买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一栋栋上未完工的高楼大厦 都是属于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 原本计划要以约26亿美元出售 旗下的物业管理公司多数股权 但没想到却发生变化破局 中国恒大20号晚间表示 之前计划将旗下盈利的子公司 恒大物业50.1%的股份 出售给竞争对手 和声创展集团底下的子公司 原本协议定在10月12号完成 但没想到恒大没有完成 向和声创展集团出售相应股权的手续 怎么会发生这种问题呢 由于恒大物业是在香港上市 根据香港的证券监管规定 买家要取得一家公司的 30%或以上的股份时 必须向所有的股东提出收购邀约 因此中国恒大也解释 他们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外的 其他方得知 原本的买方和声创展 不符合对恒大物业 做出全面邀约收购的先决条件 故而恒大10月13号 行使权利借出或终止协议 不过和声创展20号则在另一份公告中表示 和声创展与恒大物业大股东方面 订定了相关协议 同意购买恒大物业股权 但卖方却没有按照该协议条款 完成向买方出售销售股份 双方各说各话 有消息人士透露 恒大被迫搁置向和声创展出售 物业服务部门的股权 其实是因为这项出售案 未能获得广东省政府的批准 对此恒大和广东省政府 到目前都没有回应 不过也有报道指出 恒大的一些国际债权人 也反对这个交易 其中一名债权人表示 如果恒大在倒闭前出售资产 那债权人就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收回 欧洲议会在当地时间20号 公布了欧洲最高人权奖 沙卡洛夫奖得主 是由正在监狱里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获奖 最新的消息再把时间交给国际中心记者 陈范宁 范宁 主播 欧洲议会在宣布 纳瓦尼获得最高人权奖师 同时也呼吁俄国总统普丁 释放纳瓦尼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也对纳瓦尼获得人权奖表示欢迎 他已经拥有很多年 支持国家的秘书 在俄罗斯的秘书 也对纳瓦尼获得最高人权奖 也对纳瓦尼获得最高人权奖 现年45岁的纳瓦尼在去年8月被下毒 外界一致认为俄国政府嫌疑最大 而纳瓦尼在今年2月返回俄国后又被捕 又因为违反了假释等罪命 再判入狱服刑两年半 让欧盟对俄国官员挤出制裁 不过莫斯科当局却矢口否认下毒 同时指责欧盟干预内政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到晚宇文贡 Utah